上一轮比赛因为档期的原因 我没能来到咱们的现场录制 导演组呢给我做了一个 1比1的等生的力排 放在咱们的观演区 其他演员也特别善良 知道我没有来 尽可能跟我互动 增加我的镜头 就他们只要晋级了 就会跟直通的选手先握个手 然后对着我的力排锯个弓 伴随着现场的欢呼声和喜庆的音乐 怎么说呢 我的喜丧 李丹也很体面 说今天逗逗虽然不在 但是他会在上面一直看着我们 所以今天来比赛 我真的觉得进不进决赛无所谓了 能进最好 不进咱们就当回光返照了 好吧 我大学刚毕业那一会儿 为了省下我的租金 我住在我爸那儿 跟他待久了我发现 他就是市面上 大家都会遇到那种奇怪的摄影 他身上有很多习惯 我理解不了 比如说他每天都会拍张自拍 发在朋友圈 也不找任何的角度 怎么看得清怎么来 你感觉他要么就是在做人脸识别的时候 不小心按了一张 咱们自拍是记录美好的生活 他自拍你感觉在向生活挑衅 I'm alive now what 我最理解不了的就是 他喜欢在吃饭的时候 看一些神剧 他们那个年代的谍战片 他的电子炸菜 我也跟着一起看 我也要吃饭了 我发现里面有一些桥段 我真的理解不了 比如说三个人共处一室 其中有两个人 他们有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要谈 不想让第三个人听见 他们一般会有段这样的对话 先生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 咱们借一步说话好吗 好的 请讲 真的就借一步啊 这儿和这儿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 我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第三个人 他的听力可控 他可以屏蔽那一步之外的所有的声音 而且这两个人 他们借不到这里之后 他们就默认他听不见了 所以他们并没有降低自己谈话的音量 他们还是在正常的交流 只是表情变得更加的凝重一点 詹姆斯先生死的那一天 我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办公室 在一本字典里我找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八月十五 攻打赵家庄 赵家庄三个字还要中读出来 点诵出来 怕第三个人听不见呀 第三个朋友他肯定听见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镜头会推过来 给他一个眼神上的大特写 赵家庄 把自己刘海甩听个锐角三角形 你不要看他现在面露神色 对吧 神情嚣张的 活不到下一集 肯定死 所以我觉得第三个人 他但凡求生欲强一点 想要多挣一点 那就应该更加主动一点 对不对 先生 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现在可能也不太方便 咱们这一步说话好吗 不用了那什么 我先走一步 还有追逐戏 我更理解不了 一般是这样 两个受了伤的主角 被后面乌乌泱泱的 两个连的反派追 都不见得能追得上 追到一半 一定会有个悬崖 或者是小土坡 一定会有 哪怕是在平原地区 拍的叠战剧 他就堆一个小土坡上去 然后这两个受了伤的主角 跑到这个小土坡上 一定会有个说 我不行了 别管我 答应我 你自己跑 到了包围圈 让咱的弟兄替我报仇 另外一个一定会说 不 我们要死一起死 别管我 答应我 你自己跑 到了包围圈 让咱的弟兄替我报仇 不 我们要死一起死 别管我 答应我 15分钟过去了 他还是没有答应他 后面两个连的反反 你们是不是都忘了 后面还有两个连 两个连 一个小土坡 不要说是追了 挖都挖平了呀 很有可能 有些朋友等不耐烦了 你知道吗 大哥 这都15分钟了 他怎么还不答应他 我都想答应他了 前阵子接了一个外籍商务 给我订了一个头凳舱 上去之后 空姐提醒我戴好口罩 我说那戴好口罩 他们能认出来 谁做头凳舱吗 当然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嘛 所以我就在自己的口罩上面 写上了梦穿 而且那天刚下飞机 我的行李箱 就被一个哥们推错了 关键是 我就在看着那个哥们 推我的行李箱 我一直以为是主办法 派来给我拎箱子的 其实每年的比赛 就跟高考似的 还挺让我怀念的时候的 我们高三的语文老师 管得我特别严 他就在教桌旁边 给我安了一个座位 如果放到酒桌上 那个位置就叫主陪 我说我那么忙 哪有空坐这呀 我得罚站呀 我同学说 你是咱班唯一一个 能跟老师平起平坐的人了 为啥这么对我呢 就是因为 他是我爸的学生 以前我爸也是这么对他的 负债子环 我跟我爸长得又特别像 所以老师对我是又恨又怕 有次把老师气急了 在那喊 孟老师您给我滚出去 太不错 但真的理解不了老师的言格 还是很粗 就在那个门框上面 放了一塑料袋水 想着坑同学 结果我们老师进来了 一推门水掉下来了 同时戴下来的 还有他的假发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乍场 喜剧还是得冒犯权威 老师很生气 说跟着我来办公室 我耗着他的头发就去了 老师说你怎么天天不学习啊 我看着他说 我说我怕努力学习会掉头发 老师说你看着 其他人学习土飞猛进的 我说反正我不土 第一年高考完 老师跟我说 川儿 老师的孩子也刚出生 老师呢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 你可就别报师范了 渊渊相报何时了啊 当时的成绩真的很不理想 正在查报什么大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的那个女生 跟我说 我想去复读 你呢 我说这么巧 我也想去复读 但是我为了发泄情绪 已经把高三的书全部烧了 自己把自己坑了 真是粉书坑儒 那时候心思也没有完全放在学习上 就想制造点浪漫 就给他发短信 我说你在阳台不 他说我在阳台晒被子呢 我说请你看彩虹 然后就把浇树的水龙头 刺了一道水花 他站在阳台上喊 为什么刺我被子 我有点手足无措 我说 我会对你这被子负责的 当天 所有人都感动了 只有他感冒了 我们俩愉快地复读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他突然特别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说川儿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被一所大学补录了 又问我 你不替我开心吗 我说真替你开心啊 学姐 而且他刚开学不久 我就看到了 他在QQ空间里边发了一个 他跟一个帅哥的合影 这份感情里边 虽然一直是我一厢情愿 但当时的感觉就是 他补入了 我鬼认了 结果后边就开始劝我 好好复读嘛 一直在恶补英语 我同桌就说 你这英语口音有点重啊 多看这外国电影补一下吧 过两天就开始生气 说让你看好莱坞大片 你怎么在看宝莱坞大片啊 过不得你现在一念英语就不能投 但是幸好 学姐虽然带走了我的爱情 还给我留下了一堆学习资料 每当我学不下去的时候 就打开学姐的笔记本 上面都是她的自己 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知识点 和那个男生的名字 哇 可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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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